今天要來做的是紫薯兩吃 先把紫薯用電鍋蒸熟放涼備用 冰塊拿出來攪打成碎冰 再加入紫薯打成泥狀 另外準備了兩種奶類 一種是濃縮牛奶 一種是動物性鮮奶油 濃縮牛奶是鮮奶的兩倍濃縮 所以不用加太多 那還要加入動物性鮮奶油 主要是要讓這一杯吃起來更香醇更滑口 那為什麼不直接就使用動物性鮮奶油就好了 因為動物性鮮奶油吃太多會太燙 所以要控制量 那我剛剛說啊 就是今天要做兩隻啊 那另外一次在哪裡呢 另外一次就是我蒸熟的時候啊 又偷吃了兩片 覺得紫薯真好吃很甜 所以今天也就不額外添加糖了 那加入水來調整濃稠度 自己想吃的濃稠度就用水來調整 依自己個人的喜好增加 那我等一下做好的成品 我還會灑上一些紫薯粉 因為紫薯粉是很香的 所以加入一些在上面 增加口感 喜歡的可以在家試一試哦 謝謝大家